大家好,我是Anne,很開心遊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,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和打開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可以通知大家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我在外國生活短暇 多謝大家支持 又繼續第五日Local Tour行程 今次會出發去到冰島彩虹局部 這裡享受高人氣,有不少人 甚至稱它為國內最美麗的局部 實際行完之後,我也很認同這種說法 局部又名為冰島森林局部 冰島彩虹局部 實際高有60公尺 闊25公尺 但很可惜我見不到彩虹 看了這麼多張照片 你們有沒有發現,其實它是八日冒險王拍攝場景呢? 局部右邊有一條小徑 爬到最頂,可以回望整個海岸線 同時也可以看到這條河瞬間 順勢以下的壯觀景象 站在這個平台,可以一眼望整個寮闊的景色 可以看到這座青山 可以看到氣勢崩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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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崩的局部 很多人走到這裏 為了站在這裏 或坐在這裏 頂端的位置拍照 這種高居臨下的景色 實在令人讚嘆 在這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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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